這是任天堂2017年所發表的新主機 Suite 當中的一款 遊戲 寶可拳的 畫面 這是一個地圖 這裡有一個Home 的標誌 因為是日文版 所以我不太能 完全理解它裡面 所代表的意思 僅能以圖示 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來做猜測 這個是設定 你可以設定 要所使用的 神奇寶貝 來做更換 目前卡通上很少看到 這一隻寶可夢 選擇 按B就是退出 再退出 再到地圖這裡 對戰就要選 這個獎盃的圖示 做對戰 我也看不懂 全部的意思 所以就選1 這個是所列出來是對戰的 順序 目前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所呈現就是 可以選副手 這個副手是傳說中的神奇寶貝 在對戰的時候 主要的人 可以去 召喚 副手來做攻擊的動作 這個好像萬聖節喔 閉掛燈 開始 每個按鈕 都有每個按鈕 不同的 功能 兩個按鈕一起按 XA鈕 他可以做這個 旋轉攻擊 暗B扭就是 飛天 飛天 左邊 下方為 夥伴 中間是 可進化的 指數 最上方 就是 可呼喚 不熟 不熟 傳說中的 飛鳥出現了 果然強 贏了 那麼輕鬆的贏他 因為這個 預設的難度應該是 簡單 這遊戲 蠻適合小朋友 更大人 在家裡 一起來玩 也很適合 許多朋友 最多可以 八人對戰 只要朋友們 手上都有一台 SWIT主機 所以主機好處就是可以 外帶 有可能內用 太精彩 最有名的遊戲 有一款叫做薩達荒野之息的 遊戲 應該是深受很多玩家的 喜歡 有些遊戲是需要動頭腦的 還有一些 理解力 像這款遊戲 是 不需要動什麼頭腦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玩 也不會有什麼壓力 所以要釋放壓力 動動手指 這款就對了 怎麼能錯過寶可拳呢 怎麼能錯過寶可拳呢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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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